你好,是重庆明明吗? 不是 来自哪里的? 成都 成都的,哦 成都的妹子 人家自古以来说成都妹子都长得特别好看 今天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一个歪歪的户外主播 人气相当高 今天来做一个街头 我也是主播 哇,幸会,幸会 握个手 我的天哪 那个什么,什么类型的主播? 花椒 母椒是吧 我们不说平台,说母椒 你是什么类型的主播呢? 才艺主播 吹牛逼的 跳舞的 什么类型呢? 玩的 玩的 嘿嘿 好巧 再握个手 我也是玩的 咋玩呢? 想咋玩咋玩呗 可以吗? 哎,有事啊 没有,没有,当我一分钟谈的都是主播 都互动一下 今天你知道我人气有多高吗? 我在国内,我跟你讲 包括西南片区 我人气都是最高的 你知道我现在在线有多少人吗? 来,看一下 这儿有多少人,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来,兄弟们,美女好,三个字给我打得公平是啥 321 感谢我们团长,感谢我们团长 啊 三个字 来,美女好,我打得公平是啥 看刷屏的速度 321,开始 走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是不是让你看这刷屏的速度 可以是吧? 20多万人,你开玩笑呢 就是,你是到重新来旅游还是过来 再重新住呢? 旅游 旅游是吧?玩几天呢? 还玩个三四天吧 三四天和男朋友一块过来呢? 没有男朋友 没有男朋友 真聪明 我就是说,我就想套路你一下 你居然说 差点说漏了是吧? 没有,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宝宝多大了?现在大学生是什么? 初中 啊? 初中 初中生? 今天几岁啊? 十五 你做直播多久了? 两三年呢 12岁开始了? 不太像吧 不太像15岁的小姑娘 然后你们经常就是说 在直播的时候聊天使话 都聊些什么呢? 啥都聊 啥都聊,就是一些屋段子是吧? 不,这个不聊 不聊屋段子 他们就让你给她搅个 讲个段子怎么讲啊? 你会讲段子吗? 不会 那这样吧 我们就是互动几分钟啊 咱们今天记得都是主播 然后那个 我给你讲个小白兔的故事 我看你懂不懂这个东西 好不好? 然后那个说 有一只小白兔出门旅游 然后米露了 然后他就去问小灰兔 说小灰兔哥哥 那小白兔是个女的啊 是个妹子 他小灰兔哥哥 能不能带我回家 然后那个小灰兔说 你让我爽爽 我就送你回家 然后小白兔和小灰兔 发生了关系 啵啵啵了 是吧? 然后就跟他指路了 小白兔 啵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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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啵 使劲走 使劲走 走着走着又迷路了 然后又去找小黑兔 说小黑兔哥哥 能不能送我回家 小黑兔说 你让我爽爽 我就告诉你 于是乎小白兔又和小黑兔发生了关系 然后回家 回家之后一个月 他发现他的肚子大了 请问 他的孩子是谁的? 他的? 他孩子一个人生不出来吧 或者他肚子就不是他的肥的 你简直要啊? 不是 那个 他的孩子是小小灰兔的 还是小黑兔的 请问 小灰兔吧 错 小黑兔 也不对 他的 那知道为什么吗? 我想呀 想知道吗? 说吧 让我爽爽我就告诉你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就是乐呵一下 这就是段子的魅力所在 你知道吧 然后那个 就是叫做我问你个事 就是播了三年了 就是感觉你的收入怎么样 收入 一般般 一个月能挣五万吗 三万 两万 我一个月都不播 随缘主播啊 是 你这样 这样我跟你讲啊 你平时会唱歌吗? 嗯 会唱歌 今天我们来个才艺大比拼 要不再听我说啊 我们现在二十万人 现在我干时间啊 还有六分钟啊 还有六分钟啊 手机都坏了 你挣那么多钱买个手机啊 我舍不得他 为什么呢? 有感情了 有感情了 就像男朋友一样 男朋友长得像我那么丑 都舍不得扔掉 是这个意思吗? 都不扔 都不认是吧 对 如果呢 找个男朋友像我 我还是有苹果手机啊 但是我不用 因为我觉得他有感情一点吧 那也是 那如果打个比喻 你要是找一个特别有才华的男朋友 像我这样那么丑的 你会 你会嫌轻吗? 不会啊 又是没找过 找过男朋友是吧? 嗯 那废了 那废了 那你有没有我丑? 没有 这话我觉得好像有毛病说的 比我稍微好点是吧 是吧 是坏点 还比我还差点 那你这比喻就有问题啊 刚才我说有 很胖的人 就是我看这里 比我矮 比你还矮 还胖 还黑 全身都黑吗? 每个地方都黑 你 来这样吧 我今天送首歌给你 当务几分钟 没关系啊 你这次去找谁啊? 人家要走了 我得去送他 五点半的车 送送哪儿啊? 去 石家庄 去石家庄 你要去汽车站 火车站 还是什么 你要开车过去吗 还是什么 坐车 我的天我车就在这儿 我送你们过去 今天你那什么 做我的嘉宾 我预约了 这样加个微信嘛 你再重新玩几天 明天那个 我是一个那个什么 专业的户外主播 然后去